这一首德慧菩萨的词训 调记评句是在民国86年1997年 丁丑年4月49日 在马来西亚天桂佛堂讲师 半信人班首辟 有四段 第一段前人说 别问收到将如何结果 只要尽心切莫再戳脱 很多人修道会想到修道以后的结果 但是前人说 不用问修道将来如何结果 就是当下只要尽心切莫再戳脱 只要尽心修办 将来的结果一定好的 不用问 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 不必费心的名利追求 我们曾经努力过争修争办啊 不要再枉费心机去追求名利 这都是幻化无常的 种种因果都是人所造 受风而受雨 自莫退缩 因果也都是人所造成的 所以过程当中 受风受雨 这也是因果的必然啊 所以修道志要坚定 不要退缩啊 修道志坚强一定成功 不怕考验挫折能忍受 要有坚强的修道志向 最终结果一定会成功 不怕过程当中 各种的考验挫折都要能够忍受经过了 这也这样检验出修道自否坚定啊 第二段 要用智慧分辨得结果 耐心耐力应对诸摩考 修道真道有真考啊 所以以耐心耐力来应对 各种的摩考 好,智慧分辨啊 智慧坚明辨 就懂得怎么样来应对啊 毅力坚定修道路要走 不可立了愿 后悔不修了 要有坚定的毅力 修道的路要走下去 一定要有坚定的毅力 不能够立了愿啊 后悔没有真修啊 左道旁门种种的诱惑 其门怪数多不可贪求 末后的考验 种种的左道旁门都出来了 引诱修道的人是否好奇 是否着心着相啊 各种的其门怪数都很多啊 等你只要一起贪求的心就坠落啊 实实在在报定道终止 目标认清最后有成果 修道就是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报定道的终止啊 目标认清 一步脚印一足迹最后就会有成果的 第三段 别问修道礼节那么多 克己赋礼天下归人手 修道好像很多礼节 那是因为我们的习性比较放善啊 所以感觉约束 但是所谓克己赋礼天下归人啊 这也是基础的功夫啊 取人取义舍己无愿由 才能坚决心行道永久 修道就是依人啊 取这个人取这个义 人就是人的本心 义就是正当的行为啊 舍己为人无怨无悔 才能够有坚决的心行道道永久啦 讲道以礼不可偏差矣 口若而悬河不可炫我 讲道越讲越要入信礼啊 以礼而讲不可以有偏差矣啊 口才很好 能够口若悬河也不可以骄傲 不可炫我 就是不可骄傲的一直展露自己啦 自夸自傲不可以的 赌时行见自然先佛仪 人心天心良机良能作 老老实实很赌厚 很真实的去实践 自然上天就默默的帮我们变化气质 帮我们拨转这种因缘啦 让我们逐渐能够脾气泰来 人心天心良知良能作 也就是翻转人心为天心啦 依照良知良能来做就对了 第四段 别说自己辛苦与奋斗 上天不娶我是好闲丑 不要觉得自己 不要自己再说自己很辛苦 很努力奋斗啦 其实就是修道修心 办到尽心 一有了觉得自己辛苦奋斗的那个 我直我见呢 这里也就危险了 上天不娶我是好闲丑 上天取的是一颗心 一点真心造圣贤啊 但是一个我自就起一团了 一个我自就落人心对待了 上天不娶我们这个我直 我们破除我直 才是上天眼中的好闲丑啊 愿言一堆修道没什么 我劝诸后学尽心去做 修道也不能埋怨啊 愿言一堆 后来以为修道没什么 没什么才是有什么 就是在常理事阴起啊 平平凡凡当中 见到不平凡 前人说我劝诸后学尽心去做 大家也不用想什么 就是尽心去做好自己 只要我们大家努力过 上天明鉴功过即明佛 重要的是大家真心努力过 上天是明鉴的 功过是好 是不会有差错的 立命了命必能转命运 时间一到上天封绝后 所谓的知命立命了命啊 那自然能够运转命运 运转命运 时间一到 到时候上天暗宫定果 封绝侯也就是九品连台 属于身修实伴的人啊 一定会有一个成果 潜能的名利很感恩 得慧菩萨词讯 调记凭据 别问修道将如何结果 只要尽心且没再蹉跎 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 不必费心得命力追求 中中因果 都是人所造 修风而受雨 直莫退缩 修道之坚强 一定成功 不怕考验 阻挫责能忍受 要用智慧分辨的结果 耐心耐力应对主莫靠 一地坚定 修道路要走 不可离了 愿后悔不休 坐到旁门 种种的阴游 西门怪树多 不可探究 不可探究 实实在在 保定道种子 目标人情最后有成果 别问修道 不可探究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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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 可及福 理天下 鬼人受 去阵去 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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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心良知良能做 别说自己辛苦与奋斗 藏点不拒我是好闲愁 怨言一对修道没什么 我劝诸侯学尽心去做 只要我们大家努力过 上天明前功过几名佛 黎明必要命 必能抓命运 世间已到上天风绝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